按理说菲利普总理深得民意的支持 干了三年多总理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得也不错 但为什么此时马克龙总统要换掉他呢 我想马克龙总统有这么几个考虑 一个是马克龙总统认为菲利普总理虽然他工作不错 但是他是一个守城型的官员 也就是说他守城有余 开拓不足 而法国现在正面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一个是疫情得到了控制了 但是如何重启经济活动 这个是需要一个开拓性的人才来从事这项工作 而马克龙认为菲利普总理他不是这样的人选 那么这是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是再过将近两年法国就要大选 但是根据最近法国市政选举的结果来看 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得票力不高 那么马克龙总统希望换换总理提提这个事情 推出一个新的政府首脑的人选 来营造一种大选前的这种革新的一种气象 我想这是他的第二个考虑 第三个也许与菲利普总理 他当总理三年多 但是他一直没有加入马克龙所支持的执政党 也就是共和国前进党 那么他人气又这么高又不加入这个执政党 那么在马克龙总统看来也许他不是自己的人 至少和自己不同心同德 因此在大选前两个月把他这个总理拿下来 不要使他成为未来马克龙总统竞选活动的是一个强力的对手 我想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 总的来看吧 出于形式的需要 出于马克龙总统对这个菲利普总理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认识的看法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马克龙总统就换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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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